屏東一名潘信心侵犯出獄之後 被人發現 在這一條路上的民宅 探頭探腦 甚至還試圖闖入 他在這裡看 我是門搜的 點半的時間 下去躺躺躺 當時婦人只是半夜起來上廁所 發現門外有人真的嚇壞了 隔天女兒報警 他們才知道 原來對方前科累累 就是門都鎖 就鎖住 不要去一個人 盡量不要去一個人 半夜有男子在外徘徊 還有性侵怯的前科 他們除了緊閉兩道門窗之外 也不敢獨自在外面逗留 甚至還在家裡準備求報 我們進去我們都 這門我們都撞下了 不說走在這裡過 我們學生有看到 男子居無定所 但他都會出沒在永農村 洛陽村這一帶 大家忍心惶惶 像這一家還有小朋友 所以他們家長都在牆上 加裝了監視器 男子17號在洛陽村 一處民宅外徘徊 被人報警 後來也有人 21號看到他在路邊遊走 當天晚上甚至出現在隔壁的永農村 還帶刀和路人討錢 遭幾名圍捕 但男子現在還在外面到處趴趴走 讓附近居民每天都好擔心 村長還特地廣播 要大家注意可疑人物 如果剛才說有什麼總共 有可疑的人 麻煩你請你注意一下 村長更像有性侵前科的男子喊話 有需要幫忙的 直接找他就好 短短不到一個禮拜 兩次現身引發軒然大波 全村上下都很緊張 在無法掌握男子行蹤之前 只能自己做好萬全防護 記者 張春華 吳郭珍 潘穎文 屏東報導